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分享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這台VMW E36 318小紅 它的輪胎的輪皮已經快要磨平了 今天要把它換上這個18吋的大腳圈皮 這個過程分享給同學看 當然開老V的手上很多主旅圈 在那邊換來換去是很正常的 就像我們人換鞋子一樣 換上去18吋的時候 視覺上是看起來比較好 但是它的缺點油耗也是會隨著增加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 大概會拍個禮圈秤重 然後禮圈什麼OSET 什麼ET值要什麼看 大概順便簡易的分享給同學 然後因為這個換上18吋之後 這裡看起來很空洞 我沒有改煞車 因為之前政府有在那邊說什麼 卡錢不能改怎樣怎樣 在那邊尿小尿屁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便宜的卡錢試蓋把它裝上去 不要問我說哪裡買的 網拍打就有了 好廢話不多說 一起上過去囉 同學然後這個就像我之前 把那個千金頂蓋把它拆開 然後千金頂把它幹進去 這個使用方法 你們看我另外有一支千金頂的教學 你再看一下我這個就拜過啦 就這樣子弄好之後上來 我是習慣頂兩支 這樣後面看起來才不會 翹得太高 弄好之後慢慢升高 記得手煞車要拉緊 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就可以開始把那個螺絲卸下了 這邊也一樣把它提高一點點 這邊也一樣把它提高一點點 我們後輪先換好了 然後後輪的螺絲先把它放鬆 我們是用那個17號的固定板杆 然後方向要對喔 1 2 3 這個螺絲都是習慣鎖100放而已 不用太緊 喔 拍這種片子真的非常累 放鬆之後輪胎就要讓它離地了喔 來 開始 好 然後前面你看 這裡是不是騰空了 沒有施力點 我們就是把它弄高一點 這樣那個 車架才不會容易變形 好了 頂住了 接下來把它 轉鬆 噢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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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那麼緊 它那個有被嚼咬 一般在準備一支 就是那個小型的咖哩咖哩比較方便 那因為白都是有那個扭力斑桿 很像會教同學什麼用 喔 沒有AR鏡機再換這個真的 非常的難用 但是這就是DIY的精神 好來 1 2 3 拿下來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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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來之後我們先來 蹭重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蹭重這個15圈的圈皮 它的重量是多少 好放開 好來 17.4公斤 好麻煩我們助理再拿那個 18吋的上去 為什麼會拍這種東西呢 因為齁 就是有頂固的啦 來先看 好麻煩一下 今天有助理幫忙蒸好 好來 18吋的圈皮是 22.7公斤 等一下要上車一邊裝一邊講 好 開始在裝裡圈了 上去啦 這個把它對好 好 應該是車還要高的喔 因為那個 18吋的皮它會稍微高一點點 要不然它放不上去 1 2 3 好 這個影片真的拍起來非常的超 喔 你們這裡高度多好 你看 再高一點 好了 對進去之後 螺絲 鎖上 為什麼我會 弄那個 18吋秤重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 我一台那個敞篷 我是裝那個 那個 它的寬度啊 然後我後來想說 也是同樣18吋 我就換上他們的 那個時候做那個 怎麼講 海那風 我後面好像是做215的 我想說這樣 跑起來一定更省油 結果不是 我一當中就回想到 以前我跟我朋友講說 那個時候我在騎摩托車 他說那個鋁圈啊 就是比較重 它才會比較耗我 不是因為 它的寬度 那個沒有直接關係 我那時候一直跟它嘴 後面我遇到那件事之後 我才感到我朋友說是對的 因為 你如果說同樣是18吋的鋁圈 比如說 那個寬度 像我講的 225 那個鋁圈是輕量化 然後一般的 你用的鋁圈 18吋是一般 我們說 比較重的那一種 它 雖然是那個 它的扁平比 或者是它的寬度 一個 225 對應255 跑起來的話 反而那個255 要不要說 在路上 才會比較輕鬆 我有真的實驗過 摩擦力 我跟它 比較不絕對的關係 那重量真的差很多 所以人家說那個 改裝圈 那那個 強調那個 要不要說 輕量化 那這樣可以差很多 我是白同學 那個 自己玩車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 好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 可以把它放下來一點點 讓那個輪胎 著地 要不然 稍微把它調鞋 就這樣 然後就 放下來 來 那這邊 順便放一下 我要看會不會卡到 來 讓同學看一下特寫 等一下我放下來 仔細看這個葉子板 因為一般 18吋鋁圈 它 是那個 ET值跟 J值都比較大 輪胎比較出來 好 開始放了 我記得那個225的 放上去是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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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很緊張 因為很久沒有裝了 你看這樣炸出來的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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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它如果說再打到的時候可以進去 一般 爆龜可以自己敲一點點 是ok 沒啦 滴滴啦 還好啦 然後現在就可以把那個鋁圈鎖緊了 來 現在我們用那個扭力斑桿 教同學怎麼用 來 特寫 一般扭力斑桿使用 你看這邊 要先把它放鬆 啊你沒有看到這裡有寫那個90 你比如說90它是不是 就是一個N字形下來 把它調好 90下的時候這裡是對應一個0 我們要先調95磅就是這樣子 把它轉 這樣就是95磅 然後我們把它直接調到100好了 100磅 這邊 100是在這邊 因為字很小就這樣對應過來 然後對應過來之後把它鎖好 就可以開始去鎖了 鑽好之後開始上工啦 來 這樣 鎖鎖鎖就100了 然後對角 一般都是可以先用95開始 或是90 但是想說這樣速度快就好了 好 好 100磅之後我們再巡視一下 這個套筒買這個品牌真的非常難用 材質是不錯但是很爛 好 完成 換頭很爛 一般在拆的時候我習慣用那個搬桿 要不然你如果用那個扭力搬桿的話 用你的扭力搬桿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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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超大力的要用這種東西固定了 比較固定的 你看這種東西真的非常爛 前面都一直卡住了 來,之後慢慢把它放鬆 要離地了 要加快速度 因為白龍雪要去斜急、重急 時間怕來不及 所以最近真的蠻煩的 都可以動了,這樣 來,你看這樣沒有打骨瓶 就是就可以拆下來 說真的,我以前這種15吋的圈 真的是做得有夠難看的 不知道在難看怎麼燒 完全沒有美感 因為想說以前輪體已經換上去 就直接把它開完 它比較厚胖胖胎是舒適性比較好 好 去旁邊那家運動,你看 裡面已經沒有這樣 一般阿里外的車,它都是降車身 它都會吃來膏胖胎正常 我來看 這座兩桶不怕合倒 如果很好裝,我就裝 不好裝,我就不管了 所以你看,直接把那個龜頭拿掉 那個龜頭都會乾掉,看得很堵爛 直接把它抹一點上去 然後直接卡上去就好了 阿里內裡 這裡可以把它擦一擦 這個算是窮人士的改法 好,來 現在這樣把它抹起來 然後上面把它剝開 窮人士的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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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啦 好,漂亮耶 有讚喔 調整好讓它卡住 後面它會黏住這樣就好了 好,看得多漂亮耶 好 旁邊那家運動18吋都可以上去了 對焦有準喔 對焦有準喔 看得漂亮耶喔 喔 一直要發出那個聲音聲 一、二、三 阿 阿 阿 媽的 喔 你這樣幹不準 喔,幹準了 喔 這個時候 從下面先幹進去 下面幹進去 然後輪胎才不會偏 喔 你看 窮人的改法 是不是 過個小確幸還不錯 你這樣拉電沒拖 現在口沒沒沒 才可以丟掉 喔 阿其他的螺絲就是慢慢裝上去 這個沒什麼技術性 然後螺絲全部都上去 喔 開始轉緊 一般轉緊是要到那邊啦 阿 但是我為了讓同學看到它的視角 我大概先固定好一下 媽的耶 那麼難走 好 可以放下來了 我給你麻煩 下來就這樣 然後變鏡條 你看這個葉子板慢慢下去喔 不知道會不會卡到 慢慢 仔細看 喔 你看裝這個18吋上去 多多漂亮 欸 這樣剛剛好捏 沒中捏 好彈到 有一般手要換煮水 這個煮水用好了 也是100磅 助理這樣對消準喔 不准要告知消 不然那個螢幕就不能用了 來 剛開始先不要讓它叮 然後它的皮繩在那邊叫 皮繩 喔 叮了喔 喔 媽的那麼尷尬 你看這個套筒 真的超難用的 不知道叮什麼燒 有時候脾氣好好的 會不會被這個爛工具 被它 那個摸得很 脾氣變很差 你知道嗎 也不是說不花錢買 做這種鳥東西 好 好之後 你看 不爛了嗎 媽的爛得要命 所以那要贊助 銅牌都學工具的廠商 要去看喔 機會很少喔 沒辦法去買就沒了 哈哈哈哈 喔 國內拍DIY 資源真的非常少 對啊 但是 白人都學 也是這樣 用最艱苦的方式下去拍攝 希望同學要支持 我也知道那個工具櫃的好用 但是 這個問題 好了 喔 OK 來 另外一邊裝好之後 跟你介紹一下鋁圈的規格 一般的所謂ET值 像這個ET值38嘛 就是那個 鋁圈 你如果說是ET值25 它就是越出來 比如說 ET值35是這樣 然後ET是25的話 它就是差不多 向外一公分 然後數字越多縮越進去 大概 講比較清楚的 然後它的J值 你看這裡有一個JJ8.5這個有嗎 這個是這個 輪胎印記手 就是那個鋁圈的寬度 就這樣子 以一般 17吋大概7.5啦 然後比較前後配的就是 前7後8 還是前8後9 啊這個我是 4咖都是8.5的 然後 原廠的 規格 你看它那個ET值 就是40嘛 40就是比較內縮 啊它的那個 一般 我記得這VIA 是它的那個 不知道什麼 什麼認證 對啊 這是它的那個 好像 一個輪胎 鋁圈它可以 負載的那個 重量 啊這裡啦 15吋啦 15吋 6.5這個這個 在這邊 好 來 18吋鋁圈裝好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是不是非常有霸氣呢 喔 只有漂亮喔 好 要來試車啦 來我們換好18吋鋁圈之後 要來試車了 好 來 來 鏡頭固定好了 喔 真的只有讚 我們選擇在那個 波華兵衣在這邊跑 路面也是大概 坑坑洞洞 一般喔 18吋來講的話 它扁平比比較扁 它的舒適性比較壞 但是白龍雪這一台 是用那個 貝斯燈黃筒的避震器 內行人就知道 它有多好用了 路面上 就搭配起來 就非常的Q啦 然後路感很好 一些小的魚震它都不見了 因為要不然原本那個15吋的胖胖胎 恰恰一直想念 早知道就提早把它換上 所以白龍雪這次 換這個18吋鋁圈上去 這個路跑的經驗分享給同學 好 同學 那白龍雪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DIY如何更換鋁圈 拆創這個動作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最後我趕快來轉一下 因為鋁圈它是四輪對稱嘛 白龍雪就是今天只示範左邊給你看 要不然片長會太長 然後另外一邊的拆裝方式都一樣 然後裝好之後 當然啦 18吋再開會比較穩 但是它的油耗一定會 比一般15吋的胖胖胎 還來得多一點點 就是互相取捨了 但是白龍雪是 當然注重它的視覺 這是我改裝的方向 節目最後 記得訂閱白龍雪的訂閱教室 掰掰